你知道咱们国家有三座食品名城吗 一个是出了双汇火腿肠的河南洛河 一个是出了洪富士苹果的山东烟炭 剩下的这座我猜你绝对想不到在哪 而我现在就在这 猜到了吗 就是这里福建张州 福建张州一个你知道或者不知道的地方 它地处于福建省最东南 与广州潮汕地区接扰 与台湾隔海相望 这里靠山遍水 富产丰富商邦民集 相比洛河和烟台的专一 张州走上了花心的路线 食品产业涵盖罐头 水产 水果道郡菇 烘焙 这些产业加在一起年产值达到了2000亿人民币 所以张州为什么这么能吃 1月24号我们抵达了福建张州 除了食品名称 张州还被称为花果之香 张州这个它是有它的非常优良的地理气味优势的 张州历来就是福建省的叫水果之香 米米之香 因为它既靠海 然后又有福建省最大的平年 福建省有两条江 一条是米江 一条是九龙江 九龙江是第二大江 那九龙江就整个陆海口它就在张州 那因此这种平年冲击堆积的这个土壤 它的自然条件非常优厚 所以这个时候很适合这种农作物农产品的生产 我手上有一组数据啊 改革开放以来呢 张州的茶叶 水果 水产品等经济作物增长速度非常快 茶叶产量增长了九倍 水果增长了三十一倍 蔬菜产业增长了十倍 食用军产业实现了从无到有 而强有力的农业增长啊 也为食品工业带来了大量本地产的性价比原材料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张州的农业发达程度在全省都是排第一的 后来才被福州超越 我们先去张州平和县管西密友小镇去看一看 平和的这个管西密友说起来也是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从清朝时候当贡品 一直以来都原传到现在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品 我很好奇啊 作为给皇帝进贡的贡品 到底是怎么变成蜂蜜全国的经济作物的呢 如果是最早去讲的话 应该是在向南福建省当时的省委第一数据 他在福建提出了一个口号 叫大念山海经 就是一山要靠山 一海靠海 那所谓的大念山海经就是种植经济作物 因此这个密友作为当时当地的一个特殊的经济作物 大家就不要强调 想把它种植起来 在粮食至上的年代 江州人反其道而行之 大搞四条产业带 第一条带从国道324县两旁建设40万亩的荔枝龙眼带 从天宝至九龙江上游建设香蕉带30万亩 常泰至赵安西面四个县建设鲁干柚子15万亩 海岸县东山岛建设水产养殖带12万亩 让这里黄土变黄金 让老百姓跳出人均七分田的小圈子 大念山海经的时候 我们把农田这个甜品 然后种成这个所谓的经济作物 但是真正大规模种植应该是80年代 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村民们也是说不太愿意去种植物 因为本身它这个需求并不大 所以当时应该是政府在背后大力推动 到了96年的时候大概有一点多万亩了 40年间平和柚子真的是大翻身 对比1976年的年产量290吨 到了2021年 平和蜜柚产量已经达到了130万吨 正是面积65万亩 产值超过了100亿元 与此同时 大量鲜果上市也带动了蜜件罐头行业的兴起 张州这个地方由于它盛产水果 但是它天气又很炎热 所以为了保存这些水果 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一个去腌制水果的这么一个历史 它腌制的方法也很多样 有一种是浅字就是直接去用砂糖 然后用这个干梅粉去腌制这种水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来源呢 就是陈嘉庚他们当时在南洋发家致富的一个最重要的契机 就是在南洋开设这种糖水罐头厂 它开的是一个菠萝罐头厂 将这个水果制造成罐头的这种传统的野被引进到了张州 炼就是大海 还有要出海打鱼 要带很多的一个食品 沉淀下了一些肉干啊 酥糖啊 果干啊 等等一系列很多的一些产品下来 这些我们过去以为的台湾小吃啊 其实出处都在大陆 甚至好多来自张州 张州这里的食品产业强大 也跟他与台湾的商人文化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 纵观福建全省 安西铁观音 五一盐茶不仅声名显赫 更是产量巨大 销往了全国 而张州本地的平和白牙齐兰 赵安八仙茶 云霄黄观音 则更多为本地人所熟知 那么张州的本地茶贸易又是怎么起来的呢 张州这个最主要还是得益它的一个趣味因素 因为它处在两条很重要的商道之上 一条是从五一山南下入海的这么一条商道 另外一条是沿海从泉州南下 然后到达粤港的这一条商路 这两条商路的主要产品都是茶叶 那么在张州下面的张浦 是怎么长出这么一家中国十大茶叶连锁企业的呢 这个里面讲的一个就是台方 尤其是欢迎台湾农民来中国大陆创业 张州最近代表的是天赋茶叶 它这个企业其实就是第一代台湾农民过来之后 他们在福建到处去找 甚至在整个中国大陆到底找什么呢 找跟台湾的高山茶 具有相近自然条件的地方 找来找去最后找到张州这个地方 1993年台商李锐和来到了他的祖籍张州张浦 创办了天赋茶叶 到现在也已经快30年了 他把茶叶种植 加工 茶文化传承给予一身 成为了全国第一大台资农业企业 我们天赋在从采购到生产到花货到门市 整个的茶叶的流通 基本是包含了中国所有的三生五业的茶 也就是说天赋的是一个茶叶百货公司 目前天赋在全国开了3000多家门店 在云南 四川 浙江都有自己的茶叶种植基地 我们主要买的都是全国的所有茶叶做出来的茅茶 那因为从茶清造茅茶这一段工序 我们也要健康 因为它怎么种植 怎么制作 把茶叶的制定最大化 提升茶叶的收入这些 游在苏杭二洲 吃在福建张州 张州人用拳头和实力证明了自己对吃的热爱 除了传统的菜篮子和果盘子之外 张州龙海还是中国面包烘焙的大本营 我们当地它并没有西点 这属于这种早餐好多都是这种 就是说糕点 饼干 这都是西式的 我们本身是传统文化里面是没有这一项东西的 但是就是七十七八十年代他们开放之后他们盖过来 这种技术比较容易学 本地的劳动力很容易就有斜到手 斜到手之后我们又比较勤劳 所以他做的糕点不勤的去实验 反而会比他们外来做的还更好 龙海的食品工业发展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09年 由华侨创办的华翔制堂公司 如今集合了罐头食品 水产品加工 休闲食品三大产业 因为老一辈子他们是很多工厂 其实都是接着OEM订单啊 或者是老外的一些订单 然后去做一些加工 吃气的自有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拓展 所以你会发现在张州 其实自有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知名度 或者是上市公司其实不多的 那只有这几年来 会发现了一些年轻的品牌 开始在做自有投入 自有品牌的投入跟培养 张州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里的人自古以来 就有走出去做生意的决心 实际上海外贸易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在明朝很早的时期 至少是在成化红制年以前 张州这个地区就已经是恢复了 非常繁盛的海外贸易了 回过头来我们再去思考 张州为什么能成为食品名城 其实离不开当地特定的农业优势 和张州人的拼搏精神 40年来他们在海上 山上田里重新打磨着张州 渐渐的也发展成了一线一叶 随后啊 食品产业也全面开花 再加上啊 这里还是台包主要的祖籍地 有长达715公里的海岸线 具备极大的港口优势 这也是无论对内还是对外 张州人的生意都能四通发达的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